大家好,我是阿凡,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款八叶贝蕾帽 上一节课呢,我们把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的花形完成了哈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三部分 我们这里引拔呢,还是这样的 最后这一针锁针我们不勾 直接在这个起立针这里勾一个短针 好,一,二,三 还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 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引拔直接勾 好,一个锁针 现在呢,来到我们这个叶子上方 是吧,叶子上方这里,两个锁针这里 我们在这里勾五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好的 然后呢,勾一个锁针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还是 我们只在这个叶子这里 就是我们上一圈勾两个锁针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勾五个长针 其他地方还是这样的,勾水草花 也就是竹木方格 看,这里还是这样的 哦,不对,这里是勾五个 你看,现在我们是在叶子这里 我们在这里勾五个 五个长针 一个锁针 看,这一圈简单,一样的 其他地方全部是在水草花这里勾水草花 然后呢,我们只在这个,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上一圈勾了两个锁针 这个对应这个,对应这个叶子的上面这里 我们在这里勾五个长针,一个锁针 其他地方全部是三个长针,一个锁针 好不好,姐妹们 好的,姐妹们,这里呢,我们还是用短针引拔连结哈 银八番以后,直接在这里勾三个锁针 然后还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 好,然后记住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五个长针的两边不勾 我们直接在这里勾 一长针,一锁针 一长针,一锁针 也就是说在两个长针之间,我们增加一个锁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好,一个锁针 这里呢,我们不勾主母番格 这一圈的主母番格呢 由我们上一圈的三组变成了两组 看到了吧,姐妹们 好 你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上一组我们不是勾了五针长针吗 它就是算一个扇形花吧 我们扇形花两边的这个锁针上 我们不再勾哈 好的,直接在里,你看在这里 在这里勾一长针一锁针 这里不勾了哈,千万不要在这里勾 要不然越来越大 如果你用的是细一点的线呢 等一下我再 大家去看我的世代讲解 我会跟大家说的 好,这里不勾 勾完这个水草花,我跟大家说一下 勾完这一圈呢,我们后面的就简单了 看一下,这个主母番格剩了两个了 然后这个扇形花就是五个长针 这一圈呢,我们在两个长针之间增加一个锁针 变成了一长针一锁针,一长针一锁针,一长针一锁针 一长针一锁针,总共是五组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两边呢,千万不要勾哈 勾了就太大了 大家自己勾完这一圈,好不好 好的,这一圈勾完了哈,我们这个水草花呢,只剩下了两组 这里呢,是一个长针,一个锁针,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长针呢,我们还是五针 但是呢,两个长针之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锁针 现在呢,引拔连接,我们还是用一个短针给它引拔 好,然后勾三个锁针,代表一个起立针 这一圈呢,我们全部勾水草花,大家看一下哈 勾四针的水草花 先勾两个长针,再勾两个锁针 好的,我们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手紧的姐妹呢,你在这里给它勾一组水草花,好,增加一组 手紧的姐妹跟我一样,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长针之间 我们在这里勾 还是这样吧,统一,我们这样 这样,手紧的姐妹呢,你把这个长针给它增加一个 也就是勾两长针,三锁针,两长针 手紧的姐妹,你就跟我一样勾就可以 好的,然后呢,我们中间这两个我们不勾 直接在最后一针 也就是第四针跟第五针之间 我们不是有一个锁针吗,在这里勾 好,勾一个锁针 现在呢,这里不勾,这里不勾,我们直接在上一圈的两组这个水草花之间勾一个 看到了吧 勾完水草花以后,我们勾一个锁针 这里呢,我们也是不勾的哈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哪里勾 大家看一下哈 上一圈剩下的两组水草花是吧 我们在这里勾,在这里勾一组水草花 然后呢,这两边是不勾的 这边呢,扇形花上,我们在第一针跟第二针之间 这个锁针上,我们勾一组水草 然后在第四针跟第五针之间,我们勾一个水草 就是这样的哈 自己呢,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我说明白了吧 好的,姐妹们,我们勾完了这一圈的两长针,两锁针,两长针 然后呢,勾完了这一组以后 我们两组之间要间隔一个锁针是吧 刚才我教大家是勾到这一圈 那后面三圈呢,我自己完成了 因为简单 这一圈呢,我们就是把两组之间的这个锁针给它收掉 它的花形是两长针,两锁针,两长针 然后呢,我们不勾这个锁针,直接勾下一组 好的,这一圈的收针的规律 我们把中间这个锁针收掉了 这一圈呢,就是 把这个水草花中间两个锁针 改成一个锁针 也就是说,两长针,一锁针,两长针 这是这一圈的花形 然后这一圈呢,就是 把这个锁针全部收掉了 我们在每一组水草花上勾了四个锁针 现在呢,我们这个茂生的部分呢,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开始勾茂盐 20厘米 大家如果手特别紧的话呢 你感觉不够长的话 到时候短针我们可以多勾两圈 好,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新手姐妹可以在这里做个记号 好,在每个长针上面勾一个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是四个长针 这个四个长针呢,我们收掉一个 1 2 好的,把第三针 外面这一根线挑起来 就是靠近我们自己身体这一根 第四针这根线挑起来 现在我们这两根线给它直接 看到吧 两针并一针 这样收掉一针 好,这里又是这样的 1 2 3 4 5 6 好的,第7针 第8针 也就是说这一圈呢,也就是说这一圈呢,是隔六减一 1 2 3 4 5 6 好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把第7针第8针 2针并一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哈 好的姐妹们,这一圈短针勾完了呢 我们总的针数是84针 如果你,你的头也比较小 你感觉大了 我们还可以再减掉几针哈 分散均匀的减 为什么是84针 因为我们这个水草花它是24组 24组呢,我们是两个水草花收一针 所以呢,它是,这里是8针是吧 这里是8针一组 现在我们减掉一针就是7针一组 7×12,84针 我刚刚带了一下 我也带的稍微大了一点 因为我的手比较松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继续剪几针哈 分散均匀的剪 我们不引拔 直接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你随便找几个地方 剪几针也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灰棒针的姐妹 你用棒针 把这个针给它调起来 调起来我们自己穿平针 它是一个卷边的帽檐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试一下看,好吧 这个帽檐呢 那大家可以勾短针 也可以勾镂空花 镂空花呢 就是我们的长针 怎样勾呢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你看,这是我们短针的帽檐 我给大家示范了 后面因为简单 我就不再示范 如果你想勾长针的话呢 怎么勾哈 勾长针我们 这里呢就不动吧 这样 一二三 就是在每个针目上 我们勾 勾一个长针就可以 大家看这样 这是我们长针的帽檐 大家这个长针呢 帽檐也可以勾两种花形哈 这个第一圈勾长针 或者这样吧 我们第一圈勾一圈 楼空 先勾三个锁针 代表一个起立针 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也就是这里是三加一 好的 第二针跳过去不勾 我们在第三针上 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好 后面这针 我们又跳过去不勾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是两针为一组 一长针一锁针 在第一个长针上 第一个针目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第二个针目呢 我们跳过去不勾 这个呢 它是楼空花的这种帽檐 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 好吧 短针我就不示范 因为简单 就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一针 如果你在头上试带一下 你感觉有点大 你就分散均匀的 给它剪几针 剪针的方法呢 跟我们第一圈剪针的方法是一样的 哎 你看说这话不知不觉就勾了这么多 大家看这一圈就是这样的 我用这个做示范吧 好吧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这样 每一个 第一个针目上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第二个针目我们跳过去不勾 两个针目为主 好吧 好姐妹们 这一圈网格呢 就是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我们勾完了哈 然后呢 这一圈呢 我刚刚有改变了主意 我们这一圈怎么勾 大家看 我们找到我们的第三个锁针 就是我们起立针上的第三个锁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在这个锁针上勾一个短针 长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锁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看到吧 这样呢 跟我们第一圈又对上了 第一圈我们勾的是短针是吧 大家就以这个为主吧 就这样勾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漂亮 你跟着我的课程 哎呀 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就是临时 改变主意的 也是说实话 换个角度想也是 给大家多种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是吧 你觉得这种短针的帽颜 比较厚实 你就够短针 这种帽颜呢 我就觉得跟我们的主体 比较 比较切合吧 这个叫七合哈 那个字念七还是七 比较吻合 改一个字 不能说错别字 你看 这一圈的规律 就是这样的 我们跟这一圈 就是对上了 是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 再勾一组 你试一下看 你看一下你的这个帽子的高度 够不够 够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下面这一圈 我们勾一圈狗牙边 就可以结束了 这样也挺漂亮的 你看 如果你感觉你的帽子高度不够 比如有些姐妹 手特别紧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再勾一组 下一圈我们怎么勾呢 大家勾完这一圈吧 我干脆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吧 好的 这一圈短针勾完了哈 都勾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第一针短针上 在这里 给它引发连接 刚刚忘了教大家做记号 我们在这里 然后呢 一二三 四 这里三加一 勾针绕线 我们对到 对上哈 对上上一个这个 上一圈的这个 上一组的长针 一个锁针 这边你看 其实也是隔一个针目 勾一个 你看方法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姐妹们 就是这样重复的勾 你想勾两组三组都可以 因为每个人手法不一样 所以呢可能你勾出来的帽高 没有我的高 你可以在这个帽岩上 多勾两组 像我勾两组应该足够了 后面呢你就再勾一圈短针 方法参考前面一圈 然后呢这个帽子呢 我们可以就这样结束了哈 我说一下这个呢 我用的是五股的牛奶面 属于中粗的线 如果姐妹们用的是细线的话呢 从这一圈剪针的这一圈开始 它是剪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从这一圈开始 从这一圈到这里 这里我们这个水草花 转换成水草花的地方也不一样 所以到时候呢 我世代讲解的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 从这一圈开始 这一圈开始 一圈一圈的讲清楚哈 灰钩的姐妹呢 听一下就明白了 所以呢如果你用的是细线的话 认真的看认真的听 听我的世代讲解 这帽子蛮漂亮的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结束了哈 大家后面的自己完成吧 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吧 这个帧数呢 要自己学会调整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勾一点帽盐也是挺漂亮 这里勾一点点 鸭舌帽的这种帽盐 我前面教了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看 觉得好看你可以勾 不好看我们就拆掉 是吧没关系的 就是我前面教大家勾的 这个嘎子帽系列的 有这种一点点的 这个半圆形的 还有这种尖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等一下我也来试一下看 好的我们这个课程 到这里就结束吧 罗里巴说又说了半天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我们下期课再见 爱你们 咱们 我们下期再见